帮硬啊 舒服呀 舒服 这是宝马5系 这是奔驰E 这是奥迪A6 而这个呢 就是号称对比56E不输78S的相机S9 OK 外观的设计呢 就不让大家套菜图吧 简单来说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灯组 用的是温记M9的同款 百万像素的那个大灯 那不同的是什么呢 温记M9下面 它做了一个互动的一个小型 而这个呢 单纯只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可能是为了凸显豪华感 其次呢 就是它的整个侧面 非常的流畅 圆润 豪满 然后再配合这个21寸的 多条服饰的一个轮骨 停阵级轿车的那种味道 是有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电子外号镜 不知道是标配还是选配 但我感觉应该是选配 因为你用习惯了 传统的外号镜 你再突然换到这个电子外号镜 你可能会没有那么习惯 然后它的显示效果呢 我们去车内看看 OK 坐进来了 这两个小屏幕呢 就是外面电子外号镜的显示屏 清晰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它的角度呢 你可以通过方向盘上面的滚轮来控制 而且电子外号镜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在雨雪天气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安全性会更高一点 但是我刚才一坐进来 我还是习惯性往外看 所以它如果是标配 或者是你选配了 那我感觉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适应的 那再往前看呢 就是它的一个仪表屏 你可能从这个角度看 它可能是有点高的 但是并不会遮挡我的一个视角 不过呢 这台车是没有HUD的 我觉得配一个会更好 那仪表屏旁边呢 就是它的一个装饰板 钢琴烤漆的一个材质 做了一个星空点缀 来凸显它的一个豪华感 然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悬浮式中控屏啊 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太多好说了啊 华为出品鸿蒙系统 操作流行度和分辨率 肯定是在新的原车型的第一梯队 中国台的设计呢 跟我们公司的台质截SC 是大差不差的 不同的是什么呢 它的下方没有做一个镂空的处理 而是做了两个小的隔板设计 其次呢 就是整个内饰的用料啊 用了石木 皮质 包括顶棚的起皮三种 所以在整个豪华感的营造上 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那整个前排呢 就跟大家唠这么多了啊 咱们今天重点聊聊 OK 现在呢 已经在后排了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把我代入成一个新的身份 那就是 王总 作为王总呢 我来到后排 第一步应该干嘛呢 必须是调一个舒服的坐姿啊 OK 空间呢 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你们也能看到 后排呢 还是非常宽敞的一个状态 那我直接列了一个表格出来 它的车身尺寸相比于五六亿来说 不相上下 重点聊一下这个座椅 非常的舒服 那我的评价呢 就是坐垫长 座椅宽 还很软 而且看这里 它还随车配了头枕 靠枕 然后呢 就连这个腿托都给你配了一个垫子 就是不知道你买车之后 它会不会随车赠送 还是非常舒服的 第二步 作为王总的我应该干嘛呢 必须是打开这阳帘啊 然后呢 它的后打风玻璃也是有这阳帘的 毕竟作为王总的我 隐私呢 是需要得到保护的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敲着脑腿 舒舒服服的 然后把目光移到这个位置 它的后排扶手上面会有一个 后排的控制屏 它的控制屏的角度呢 也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直接调到45度最高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打开它的通风 或者按摩了 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它的后排中间 应该是做不了人的 为什么 帮硬啊 真的是帮硬 不对不对 对不起各位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的问题 我都当王总了 直接不做人不就行了吗 真的是 来 放手歌听 小小点评一下 它的这个花围桑的音响 还是非常不错的 2080瓦的一个功放 然后呢 它的高低音 我觉得表现还可以啊 高音甜 中音准 低音沉 总之一句话 就是通透 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已经有些累了 我想睡一会儿 那应该怎么办呢 打开它的 临终立座椅 OK 它会先折底啊 然后再把这个抬起来 我们来感受一下 它这个临终立座椅的姿势 舒不舒服 舒服呀 舒服 爽 兄弟们 不吹不喝 真的很舒服 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干嘛呢 顺手打开后面的冰箱 然后 拿出一瓶 82年的伊云 净可净可 然后再顺嘴说一句 小李斯基 我先瞇一会儿 到地方喊我 晚安 马卡巴卡 OK 那作为王总的我 现在睡醒了 想找点娱乐活动怎么办呢 Luke here 它也是有幕布的 和M9上面的是同款 只是呢 它们的下降速度 稍微有一点点慢 OK 现在呢 已经放下来了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点一下投影 然后呢 打开那个后排的一个视频软件 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想看的电影 然后三个手指往上一滑 它就可以直接投屏上去了 然后点击播放 OK 顺便说一下 它的一个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后排用的是隐私玻璃 还配了这张脸 所以你在车内呢 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观感 OK 体验完了 顺便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其他的点 支架呢 肯定是有的 另外呢 像图林底盘和空气悬架 应该也不会缺席 那想起S9对于我来讲呢 它是做到了豪华车该有的味道 相比于市面上的一些传统的豪华品牌 它的优势呢 就在于更先进的技术 和更为人性化的配置 必说价呢 是45到55万 和问界M9的价格区间接近 所以等它正式上市之后 你们觉得它的销量 会不会也和M9接近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 感谢观看